除了拿督李宗伟背负着争夺我国史上第一枚金牌的重任之外 混双组合陈炳顺和吴柳盈将在三个小时之后出征巅峰对决 令举国沸腾期待他们能够完成夺冠之梦 对于众人的期待吴柳盈在面子书贴文表明想法 既没有期待也不会想太多 只希望自己在赛场上全力以赴 另方面宾州政府宣布颁发10万令吉的奖励金给宾州之光陈炳顺 加强他为宾州和国家争光 没有想法 没有期待 心态摆政在决赛当中做到最好就是最好的交代 混双女双吴柳盈在奥运决赛前夕 在面子书撰文简单交代上战场前的心情 吴柳盈将在今天晚上10点50分 和拍档陈炳顺迎战世界排名第三的印尼组合 通托威和莉莉雅娜争夺奥奥运金牌 如今国家羽球队距离冠军头衔仅仅一步之遥 混双选手陈炳顺的父亲陈志光表明 已经约定邻居和好友今天晚上在咖啡店 一起收看球赛直播 为远在巴西里约的陈炳顺加油打气 另外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金则在官方密子书专业宣布 将奖赏来自宾州的陈炳顺至少10万令吉 林冠英表明全国人民都希望混双能够创造历史赢得金牌 如果他们获得金牌 宾州政府不排除增加奖金 感激他们为国争光